主料,低筋面粉10克,鸡蛋2个,香蕉1根,蜂蜜10克,主料,糖60克,色拉油30毫升,牛奶30毫升,盐2克,泡打粉2克,玉米淀粉10克,淡奶油100毫升,粉色色素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香蕉续集放在容器中用小碾碎, 加入蛋黄牛奶蜂蜜色拉油和20克的糖,用打蛋器低速搅拌均匀,40克糖分3次加入蛋清中打发制酒盘8,把低筋粉玉米淀粉盐和泡打粉,或者加入蛋黄椰中,搅拌均匀,无颗粒,准备好纸膜放在烤盘中,将打发的蛋清分次加入到了蛋黄壶中,切拌均匀,把蛋糕壶加入到模具中,入烤箱160度29分钟, 淡淡奶油加入两点特速打发后,在小蛋糕上进行装饰即可,烹饪技巧,此款蛋糕非常松软,湿度较大,蛋糕烤好,有些回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